手游酷玩 你想去猎捕僵尸 那么你需要僵尸探测器 当你猎捕完成之后 这个探测器需要一定cd进行缓解 或者是说 你可以通过观看这个游戏的内置的商业广告 也可以完成我们的这个探测机的运行 顺带说一下 这个游戏 如果你联网玩的话 它是不会给你出现什么弹窗啊 或者是挂脚的这些网页广告的 还算 应该不算还算嘛 应该是非常的良心 一般这种游戏的话 你可以对网玩就没有广告了 但是你一旦联网 就会出现各种恶心人的广告出现 甚至影响你的操作 可能会误触导致弹出网页什么的 就比较恶心 而这款游戏不光是画面制作精良 操作也是比较的人性化 并不像有些游戏比较反人类啊 同时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 这个动画效果还是不错的 而且主要是我们联网是没有广告的 这个广告需要你自己去触发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探测器 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时间 15分钟好像是进行一个等待 如果你不想等待的话 可以去通过观看商业广告的形式 来完成这次僵尸探测器的查找 咱们还是带这个枪 看一下这里究竟有什么东西 那么僵尸电手的话 这个游戏算是一个慢性子的养成玩法 如果你一次性玩太多的话 就感觉失去游戏乐趣了 任何东西过度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必须要劳逸结合 这样的话玩起来游戏也更好玩 如果你每天都是爆竿玩一回游戏的话 我相信会有这种人 他玩起来的话 并不会感到比较乏味啊 但应该是非常的少数 就像如果要你每天都吃一样菜的话 很可能 差不多半个月就可能不爱吃了 但也不排除有大神 他连吃一年都不会感到烦躁啊 这个家伙看来要跑了 哦不 跑掉了 不过没关系 那么这一关咱们应该带特萨拉武器的 这个毒针的话对付装甲兵 哎真的是力不从心啊 我去又装甲兵 我靠 不要这么对我吧 他们竟然都跑掉了 他们也是比较可惜啊 这三个僵尸咱们没抓到 但好在 这几个僵尸 并不是我们本次的任务品啊 所以说还算可以 跑就跑吧 如果是咱们本次的任务品 那么僵尸太可惜了 好 特萨拉武器准备就绪 发射啊 哎 怎么是这个枪啊 不是特萨拉武器 这游戏竟然出了一个bug 竟然没切换过去啊 他自己就过切回来了 那么也是没问题 咱们用普通的这个雷江枪 打普通僵尸也是全部贯穿 那咱们再就绪一发 特萨拉武器 因为 一个僵尸咱们还是用这个吧 等出三个僵尸 咱们再使用特萨拉武器 那样的话打起来也是比较爽 哎 一发带走 哎 这个是辐射牛仔僵尸 哎 这个家伙 竟然把我们眩晕了 没关系 一枪打掉 这是差不多 六滴 两枪直接穿 然后剩下这个僵尸 千万不要上跑 他会给我们大量的这个 能量条了 那么僵尸练手 我给出的是五星评价 这没什么说的 也是非常推荐 那么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手游戏 请订阅手游戏